好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那大家呢 记得来纸屏上收看 同时借我帮我按赞 而且把我们的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那聚焦俄乌战场 还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 我们看到最新的战况是 俄军炸医院 核电厂断电 以及现在关于话五攻击的阴谋论满天飞 在今天是俄乌开战15天 同时要登场的是第四轮谈判 地点在土耳其 那么俄乌双方呢 派出的成绩呢 是这个几轮下来的最高层级 都是外交部长 所以外界也关注会不会有更多的进展 那么甚至接下来有没有机会 促成所谓的普则会 普丁和泽伦斯基见面 好 那么说到了普丁 他在这场战争可以说是 赵梦推手 他一手捧红了泽伦斯基和马克宏 你知道现在泽伦斯基的周边商品开卖 而且卖得很好 询问度非常高 那么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呢 他的民调创新高 所以大家就看一个月之后的 他的这个总统大选连任路 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呢 好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是这个国民党前青年部副主任张委员 权委员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多少平安 俄乌开战已经第15天了 最新的战况呢 是这个 俄军轰炸富佑医院 造成17位平民死亡 好 那目前看来好像这个战争拖得越久 现在这个也是一如外界所预期的 就是俄军呢 开始这个对于平民的攻击力道 是不断的加大 越来越强 那么现在一直在加开人道走廊 感觉上就是想把平民拼命的往外送走 他们可以再全面全力轰炸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昨天晚上传出来的 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核电公司 好 指控 他说这个因为车诺比核电厂被断电了 所以这个核外泄的危机在起 很有可能会造成第二次核灾 好 不过来看到这个时候 元能会 国际元能会说话了 说目前没有 没有一场停电对于安全问题 并不构成任何影响 好 那先看到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泽伦斯基呢 他每天都在骂欧美 而且这个话越说越重 越讲越难听 他甚至说现在全世界都是帮凶 英国 美国非常的冷血 所以这个在昨天呢 亮哥你就有提到说 现在也因为如此 是不是西方的风向悄悄改变 所以不管是气污论 或是放声哲伦斯基 这都有可能的 不 那个我觉得双边都有在做让步 比如说那个俄罗斯也提出了新的谈判的议程 比如说针对克里米亚 还有两个共和国的地位 希望你承认他独立 这个议题是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叫去纳粹化 那因为去纳粹化 不知道他的范围有多大 那知道这个很难谈 所以他现在不提了 然后就是他也提出保证 说他不会推翻乌克兰政府 然后不会改变乌克兰的体制 那也没有要占领乌克兰的领土 这个等于是三个保证 那这三个保证当然就 事实上就隐含着他愿意挺泽伦斯基 只要泽伦斯基愿意坐下来谈的话 那泽伦斯基他也表示 这个克里米亚跟两个共和国的地位可以讨论 这第一次等于是正面回应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两国的外长在土耳其见面 那听说晚上还要加开第四轮 就是原班人马继续在白俄罗斯开第四轮 那我觉得今天如果还是都没有进展 那这样就比较麻烦 因为你等于是一个新的谈判议程的交换意见 那如果有一点点进展 那就表示可以往前走 因为目前就属于暂时停火状态 事实上不管是因为谈判有进展 导致的暂时停火 或者是加开更多安全便道 那也是要暂时停火 那这个战争就会 至少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让更多民众可以离开 可是如果我认为 我认为谈判 可是如果双方都已经有点退让 有点松动的话 那今天也很难没有意义丝丝的进展和成果吧 不前卫因为真正 我们现在只是讲说谈判原则 大家认为这些议题可以谈 可是最后还是要提出具体主张 那这里面就有一些真点 坦白说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 两个共和国独立 那乌克兰就等于割让领土 这个乌克兰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我觉得乌克兰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 可以接受领土割让 这个回去没有办法交代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市场已经两次提出 他说要尊重主权领土完整 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也是 有一些地方是支持乌克兰的 那在这里就牵扯到双方如何来 那怎么谈呢 你就说要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那又要坚持领土完整 那这听起来是矛盾嘛 那这里面就有没有一个妥协方案 就是你可不可以让乌克兰跟这两个共和国建立特别关系 那可是法律上 这两个共和国还是属于乌克兰领土 那只是说他的独立地位更强化 那这个就会比较接近叫做明斯克协议的2.08 可是普京愿不愿意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有争议点 可是你如果要硬要照你的版本 那可恬定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我接受割让领土 然后回去都没事了 这个很困难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因为俄罗斯后来在去军事化的部分 他提出另外一种提法 讲的比较精确的 他说有一些武器你是不是不要发展 对不对 不要部署 那这里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好你不要发展核武 那我如何查核呢 那总要有查核的机制 查核的机制就有一些做法 比如说我是不是驻军 驻军就很争议 我认为乌克兰也不一定能答应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定一个机制 我三个月来看一下 以前美国跟俄罗斯联在签那个 那个线武谈判也是这样弄的 就是我去你那边看 你也来我这边看这样 所以我说还是要有一些细节 就是说你有一些武器你不能发展 核武 生化武器等等 那如何查核 普丁我觉得碰到一个难题 因为谈判这种东西 并不是说你签了协议就结束了 你回去要有能力落实 所以如果泽伦斯基失去 因为跟你谈判签了之后失去了正当性 他回去搞不定他的政府 那没有人能够落实那个协议 所以你谈了就等于白谈 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难题 俄罗斯自己要想清楚 就你不能太贪心 甚至有人胡扯一通 说什么要把那亚鲁克回级弄回来 我跟你保证亚鲁克回级弄回来 来保证结果一定乱七八糟 因为他就是傀儡政府 那傀儡政府他不管跟俄罗斯怎么签 乌克兰内部一定一堆人反对 那到时候就我整天给你搞刺杀 给你打游击看你怎么办 表面上你好像有协议 可是那个协议是不安定的 这个就跟阿富汗一样了 阿富汗塔利班就不认 那结果他就跑到巴基斯坦 然后就跟你死磕了十年 那后来美国扶植了阿富汗清美政府 就被推翻 我觉得俄罗斯如果硬干的话 比如说你什么搞一个傀儡政府 跳过泽伦斯基 这个行不通的 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 就是签完协议 乌克兰政府愿不愿意落实 那唯有这样 你俄罗斯跟乌克兰才能够 好好的走下去 而且欧美也才有可能取消制裁 不然这都是联动的 我跟你讲你把亚鲁 亚鲁克维奇弄回来 我跟你保证美国的制裁不会取消 对不对 那就一直杠着 所以这个局就还是没有解 所以我觉得 现在恐怕是 发球权会是在普丁那一边 因为他让不让 我觉得会是最大的关键 你觉得他有可能再让吗 他不让就不会有结果 所以 所以我说这里面会有第三方出现 就是想要去 斡旋的 那我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马克宏 还有中国 那中国还没有出手 那马克宏肯定还会继续斡旋 因为他发现他斡旋三轮民调在上升 而且他四月要选举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那基本上我觉得乌克兰会听马克宏的 所以他基本上在 俄罗斯会听邢进平的吗 相对上 我们当然 因为中国坦白说 他在 木铃黑安全 他在那个 欧洲那边他也讲到说要尊重 主权领土完整 他已经重申第二次了 王毅又说了几个原则 又重申这一条 那我觉得 他大概就看到了乌克兰的困局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割让领土了 也许克里米亚可以另外处理 可是这两个共和国你说 要他同意说割出去 我认为现有的领导人做不到 做不到 那所以呢 这看起来还有得谈 所以接下来可能还要谈上个几回合 没个人说得准 那 中国应该会到最后才出手 那最后是什么时候叫最后 就是 普丁要出现的时候 因为高峰会那只是过场 那这过程一定是外长谈 普丁要出现 他有可能跟哲伦司机见面吗 如果要见面大概就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那有这个可能性 不然你要怎么收尾 你总要收尾吧 你总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吧 二无大战现在还不算接近尾声 不算 不算 我跟你讲 如果出现我刚刚讲的极端局面 就是你跳过哲伦司机 肯定大乱 那你战争升级也没用 反正你就是搞你的可怜政府 那乌克兰人是不会屈服的 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做结局 结局最好的状况就是 给哲伦司机下台阶 然后普丁也有所得 然后让那个协议可以执行 然后双方回去都还是领导人 这个是最好的结局 好那我先问一下伟翰 对今天反正是第四轮的这个和谈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有一时时进展突破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等会要问的是 现在你知道又互控对方 要话武攻击啊 这阴谋论满天飞 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刚刚亮哥在讲的那些基础之下 我继续跟大家报告 今天最新的两个进展 要说三个 一个就是再次谈判嘛 对 那第二个就是儿童医院被攻击 对 第三个就是车诺比被断电 对 所以有二次的核灾之余 那我一个跟大家报告 我先讲二次核灾之余好了 因为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 他刚刚也有发出声明 对 那你去多读这个资料 因为其实战争发生之后 现在不是只有 在马力波在赫尔松 在各个地方的军队对峙而已 在网路上面 其实也是杀得难分难解 你今天拿一个照片 我明天拿个讯息以后 然后带风向 各自有各自的支持者会来讲 我就先讲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台湾好多媒体 当然我们是引述西方媒体报道 特别像是BCC跟CNN讲说 哇 车诺比被断电了 因为车诺比被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 那他现在并不是电厂 可是他里面有核废料 他居然把他断电 而且呢 他里面的内部的数据也无法外传了 所以乌克兰的电力公司就讲说 啊 这下海啊 因为他现在一断电以后 里面的核废料冷却系统 如果失效了以后 就有可能会辐射外泄 听了以后大家常常觉得害怕 对不对 可是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讲说 不会呢 他说这个车诺比里面的那个核废料冷却系统 是不需要用电的 所以其实其实没有电 他的冷却系统 他就靠水 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 大家观众朋友懂我意思吗 就我今天我们看每一个新闻的时候 你都相信7分 然后存疑3分 站在乌克兰的立场 就是这是天堂地堂地堂大事嘛 可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 他去占领了车诺比 他是为了让他二次核灾吗 他去攻击那个扎波罗热的那个厂 他是为了控制他的能源 还是要把那个核能电厂炸掉 一开始大家讲说 他攻击了 后来发现他是攻击那个训练中心 然后他是要抢下那个核能电厂 他不是要炸掉那个核能电厂 同样的 现在车诺比断电这个事情 也不等于将会有辐射外泄跟二次核灾 再来我刚刚讲的儿童医院 这个就有图有真相 观众朋友这个是乌克兰的官员 他在脸书上面贴出来的 因为他也其实 我就说其实现在不是只有在战争 网路上面也在对打 那乌克兰方面 包含从总统以下 总统本身会拍影片 会直播会干嘛 那当然他也过得很多支持 台湾的立场也是觉得说 因为乌克兰是被入侵的 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天被入侵 所以我们当然都是挺乌克兰 可是你看 他今天做出这些照片 这是左边是 因为他是他自己做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乌克兰的一个政府官员 他自己点出坡 他说这是儿童医院 马力波的儿童医院 本来是这样 那现在他说before after 现在并这样 你光你去看他墙壁上的那些队影 真的是同一家医院没有错 然后你看像这个图 有没有 老婆我们带两框就可以 你像带大都没办法队影 反正左边都是之前 都是原来 之前是窗明基金 有没有 你看他的那个玻璃罩 在这里一对应是同一个地方 后面还有后面的窗户 就说这个儿童医院被炸了 那这张比较跳通一点 这时候以前女生在那边做产检很开心 现在是躺在单架上面了 那这张他有个大图 这张图其实今天主要 乌克兰跟美国 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在控诉 就是你俄罗斯为什么要去炸医院 我记得礼拜一 我来我们大八卦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谭德赛 有po了个文会跟大家讲 那也有一些文会质疑说 你怎么知道医院 一定就是俄罗斯炸的 那可是你说乌克兰 自己炸自己的医院 自己擦自己的大腿 这个我们说不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 我们没有在战场嘛 可是今天所看出来的 这些照片跟这几播 导播现在给大家看的那个是影片 就是这一家马力波的儿童妇幼医院 那大家往外撤离 显然很简单就是说 第一个事实是这个医院被攻击了 可是现在目前当然乌克兰指控是俄罗斯攻击 我要特别去看你一下 我们今天两点录影之前 俄罗斯还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就像他撤离那个 就是人道走廊的时候 一开始乌克兰在讲说 你那边埋地雷啊 你那边攻击我们不能走 可是呢俄罗斯反过来会指控说 是你乌克兰自己绑架自己的人民 不让他离开 所以两边都各说各话啦 我们也不用太去入戏 但是我们知道战争就是现在 导播现在给大家看的画面 战争就是 不这么惨 医院会变成是断云残壁 所以大家当然是不希望 那回到刚刚千惠跟大家问的问题 因为已经到第四轮了 其实边在打的情况当中 他要结束这个战争 一定要是两边都得到他们最后的妥协 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伤亡 那俄罗斯他直接直接入侵进来以后 乌北乌东跟乌南 他越来越像是在聂伯河以东 从基辅向聂伯河以东 他整块都是他十字占领 那因为已经进到了石油的制裁 可是石油的制裁的部分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石油出口国 就是说他卖石油出去 可是他呢 对不起我讲错了 俄罗斯是第二大的石油出口国 第一大是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呢石油生产国 现在目前全界第一名的是美国 美国是第一个生产国 第二个是沙烏地阿拉伯 第三个是俄罗斯 美国自己有油 有 然后美国呢 每天必须要从俄罗斯进口67万桶的油 那对不起我讲错了 美国每天要从全世界各国进口67万桶的油 大概是在美国需求8% 我这样讲大家都懂了 那这8%的油当中呢 有20万桶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呢美国需要俄罗斯的油就是3% 3%而已 对3% 可是德国呢 欧盟的国家呢 英国以外的法国等等呢 他们需要30% 差不多 30%的油从俄罗斯来的 4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来的 所以今天美国只需要补那3%的缺口就可以了 可是欧盟各国 他需要俄罗斯的油占三成啊 那我怎么补 我就没得补 所以当然拜登会觉得说 我把你的这个全年17%税收的这个油给控住了 我不跟你买 可是观众朋友我必须讲 这个策略并没有完全成功 油只有英国跟进 对只有英国跟美国不买而已 所以就加起来 你只让他出口量占了可能10%没有 对啊 98%照卖啊 对啊 大陆是俄罗斯出口有20% 他照买 那欧洲各国 德国的他还是都照买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便没有办法真正的掐住他的脖子 因为俄罗斯卖油赚他的税收17% 将近五分之一的这个收入来源是卖油 所以你油卖不出去以后 嘿你会很怕了 对不对 你痛了对不对 看起来没有那么痛 而且就算痛 因为他自己有油啊 他能用啊 他有粮食 他不卖给你 他有肥料 反过头来 那些没有油的国家 一个一来不能配合 二来我刚讲 美国他只占3% 需要俄罗斯的油 他自己可以产油 而且他有战备除油 所以美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害怕 石油军这个事情 可是其他国家就会了 倒过来讲 今天这个战场就在乌克兰 那大家都在看说 怎么样结束这个战争的时候 美国持续给乌克兰很多的帮助 就像我们前两天要谈的那个米格29 现在波兰也是说 不然我把那个飞机 放到德国的机场去 然后请美国自己给他 因为对美国也不要 就说这个东西 乌克兰需要就那个飞机 好那飞机就放在那里 那你要喝的人自己来拿 没有人敢上去拿 大家都不想要直接跟俄罗斯对战 所以俄罗斯 他现在跟乌克兰这个情形 就只好靠着整个情势 继续往下走 那谈判看起来 其实你要说没有成效 也是慢慢的有了 等到谈到最后 从这个层级慢慢的到外长层级 最后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由普丁跟泽伦斐 两个人面对面对去谈 那就要看他们最后 有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 可是美国在这期间 在中间他所要求各国 跟他一起去做的制裁 其实基本上对美国来讲 他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苦的都是欧洲各国 苦的都是乌克兰 伟翰可是现在还有说 白宫指控说俄罗斯打算 要发动生化武器 化武攻击 当然俄罗斯政府也反控 他说是你美国吧 美国帮助乌克兰 在这个境内 成立生化实验室 研发生化武器 所以现在怎么样 双方都互相指控 所以这个化武攻击 就像大家之前讨论的 核战的部分 都是可能的选项 我跟大家讲 如果动用化学武器的话 应该这样讲 我刚刚跟大家看的 那个富佑医院的照片 跟影片是真实的 可是也就是打了十几天以后 出现这样的照片影片 那俄罗斯有没有 非常主动的要去攻击 平民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争议 因为我们从西方媒体 来看的话都是 好多的平民被攻击了 可是如果他主要就是 看到平民就打就杀的话 这死亡人数会是这样吧 我觉得大家要存疑 然后就这样 存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二个 医院是被炸了 可是现在一定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不知道 俄罗斯还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 马力波的富佑医院 说不定啊 俄罗斯他还不认说是我炸的 说不定啊 说不定他还讲说 这根本不是我攻击 他还不说是他也不一定 第二个 前两天在核能电厂 被攻击的时候 扎波罗热的时候 也是讲说 哇太恐怖了 核能电厂被炸掉 就后来发现没有 那现在也讲说 他要使用神话武器的时候 你使用神话武器 就有大量的死亡 他现在看起来 他其实并不希望 俄罗斯看起来并没有希望 去失掉乌克兰的民心 他一直要去维持 就是我只对 乌克兰的现在目前 泽伦斯的政府跟 军队还有军事设施而已 所以他还希望 平民赶快离开嘛 人道走廊一直开 那他现在去动用 神话武器做什么呢 他只会增加各国 对他的谴责跟不满力 那今天这个影片 是乌克兰的官方释出的 那这一点也是 站在乌克兰的角度讲 他必须做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他被攻击了 而且这个影片会增加 国际谴责俄罗斯的力道 所以你今天动用 神话武器 会增加国际对我的不满 那我去做这个事情干嘛 而且已经几天了 为什么现在才要动呢 如果要动的话 不早动了嘛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 我会一直都保持 存疑的态度去看这些 从那个乌克兰传怀来的讯息 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 收到的都是 西方媒体的角度 那这些角度都是 俄罗斯之外的 那没有错 他今天是个入侵者 绝对没有人要去 帮俄罗斯讲什么话 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很多讯息 包含了刚刚讲的 核能电厂 还有外泄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医院被攻击的 后来都发现说 跟第一事件所讲出来的 那个整个的事实 都还有离 我们看到的报道内容 有点差距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确实在乌东地区 找到一些 美国的生化实验室 因为美国的参议员Rubio 他质询美国副国务卿 他就直接问他 说我们在 那些生化实验室的资料 会不会被俄罗斯偷走 那就表示真的有 那大部分在乌西 可是在乌东地区 大概有四个到五个 那总共有十五个 十五个 那是很多 那当然他研究什么 我们不知道 可是Rubio都提出咨询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应该美国 国会应该知道这件事 那他就担心 研究的成果 会被俄罗斯拿走 那就说有没有安全送出 那我也看到一些资料 就是有人就 有一个实验室就是被攻下来 结果里面的PDF 已经都打不开了 所以是有做安全处理 可是我觉得可能 用生化武器 可能就是这个议题的后续 因为你找到我的生化实验室 那我就反攻你说 你要使用生化武器 你知道吧 那这个议题就有点打拼了 好 不过因为这段时间 这两个星期来 我们看到的很多 来自西方媒体的观点角度 都说好像什么 俄罗斯快不行了 那甚至有时候 被打到七零八落 还有什么后勤补给失灵 这两天一直看到 这样的消息 不过来看到 这个是来自美国五角大厦的 一个数据资料 它说其实目前为止 95%的俄国部队无损 95%的俄罗斯部队完好 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五角大厦 首先我们看到 还有另外统计说 这个战争到现在 过了14天了 俄军大概死了1万多人 老实讲 他们1万多人相较于 他95%武器完好 看起来好像俄罗斯损失很少 但你把那1万多人换成 就是他是1万多条人命 老实讲战争 不管发起方案 还是被动的 面对战争一方 老实说他们死伤 伤亡都非常严重 先讲到刚刚那个医院的问题 老实讲 今天那个儿童医院 它今天不管是 有意或无意的攻击 不管是谁攻击 我要跟各位讲 战争底下 就是会发生这种状况 不要以为说 什么精准打击 今天看起来 俄罗斯是的确有克制的 不要去 尽量不要去伤害到 所谓的一些平民老百姓这样子 所以当然 今天如果医院发生 这样子一个被轰炸的一个情形 当然乌克兰政府 要大声的去宣传这些事情 因为就是要说 俄罗斯你就是非人道主义 你就是不断的通过战争 去伤害侵袭乌克兰人民 但是我要想的意思是讲 只说连我们自己 大家还记不记得某一年的 这个应该是汉光演习吧 我们雄风飞弹不小心 不精准的达到渔船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连我们 在演习的时候 明明就是也可以控制 有一个固定区域的 都会不小心瞄准到渔船 然后误极渔船 所以老实说 子弹跟飞弹是不长眼睛的 今天即便在克制底下 都有可能发生所谓插枪走火的意外 所以当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回到这个整个战争 大家讲说 到底现在战争到底中期后期 还是要发生很久 CIA其实有讲一件事情 他说根据如果今天俄罗斯把 乌克兰的补给线都已经切断了 那目前大概有这个 十天到两周的左右 他觉得战争会结束 为什么 因为就是乌克兰已经补给线被截断 他没有更多的资源跟武器或粮食 去面对战争 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再回到这次和谈的 这个第四次和谈 我会发现其实 双方都有一些动摇 包含泽伦斯基在前两天的这个演说的时候 其实他有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讯息 一个是他没有这么觉得绝对说 我一定要加入北约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乌东两个地区的所谓的独立性 可以讨论可以妥协 他没有说要完整让出去 那可以讨论可以妥协 这是很重要的讯息 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新闻 他们这个副总理 副总理叫伟劣修克 其实有站出来讲说如果今天乌俄之间要 和谈要坐下结束战争的话 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俄罗斯投降 大家会发现两手策略出现了 一个鹰派安抚国内 乌克兰国内的民众的情绪 让他知道说我们还是要保交 一个维持主权的领土完整 但另外变相对的鸽派的和平之已经出来了 希望比较善意的看看俄罗斯的反应 各位讲过去其实俄罗斯在以前过去苏联的时候 其实面对周围国家 发生类似像今天乌克兰的事情 其实大大小小都非常多 其实在1940年的时候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跟所谓现在的芬兰 他们领土之间也有一些将界的矛盾的冲突 那为什么会有冲突 因为当时苏联的第二大臣 列尼格勒也是现在的顺彼得堡 离芬兰非常近 所以苏联对于当时那个领土的边境的冲突 他非常在意 于是他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进攻了所谓芬兰的领土 芬兰跟芬兰打仗 后来经过好一阵子 就后来苏联产胜 芬兰他怎么样 他割浪出他11%的领土 还有一个叫做汉科半岛 租借给苏联30年 那最后呢换取的是什么 换取的是芬兰国家主权的独立 以及西方对于芬兰的支持 以及当时苏联的确因为这场战争 西方对他们多有责难 所以其实类似的情形过去都有发生 那回到乌克兰这边 大家刚刚讲到说 以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现实来看 你今天要随意的各样领土 就目前西方各国都挺 责任司机的角度来说 他或许不会这么做 但是的确如果某种程度以租借 或某种程度的承认 这所谓这两个地区的自治的主权性 或者是相对的一个 相对的自治性的话 或许会成为一个 两个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今天责任司机 他面对这个俄罗斯入侵 老实讲刚刚那个亮哥有说 为什么泽伦司机好像都是 那个看起来俄罗斯好像把泽伦司机留下来 你看去看美国的情报 美国情报其实有告诉大家说 其实普丁都知道 泽伦司机长征在哪里 但一直都没有把他暗杀掉 为什么的确 今天泽伦司机他就是一个秘密武器 你看他就出来 老实说这个这一次乌克兰我觉得 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泽伦司机 他不断透过演说 不断像西方发表言论 然后不断透过媒体透过资讯 然后争取所谓西方对他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不管是舆论 获取实际的军事武力 没有进来多少 但这个舆论资讯 包含后续的所谓经济的制裁 的确让俄罗斯陷入一定的泥沼 所以伊克兰他其实是充满了很强大的动能的 那回到所谓的经济制裁 这经济制裁真的有用吗 我跟各位讲 不管是退出swift 把俄罗斯退出swift 包含现在所谓的能源制裁 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很伤 你看他经济就倒退很多 他卢布就大涨 通膨胀不断的发生 包含连俄罗斯的人民都吃不到麦当劳 昨天还大排常常说 我要吃最后一次麦当劳 麦当劳多么重要 美帝的这种文化的输出 但问题是这样子的能源的 这样子能源跟经济的制裁 他缓不济及嘛 乌克兰现在就面临着战争 兵凶战危的一个现况的时候 当然要比较直接的帮助以及制裁 才有办法去让跟俄罗斯有一定的抗核 所以哲仁司机他虽然引进了西方所有帮助 但是他到现代为止 他也清楚了解 不论他在几次的所谓电视演说 电视演讲 不论他在怎样振奋人心的演说 目前的欧盟以及西方国家以及美国 给的就是这么多而已 虽然看起来很支持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派兵进来 所以他现在也会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时候 会有稍微让步的说妥协可以不用那么加入北约 最后我觉得双方都在找一个台阶下 那台阶下就是譬如说俄罗斯一开始提出的三个条件 不论是去军事化或所谓去纳粹化 这总以去纳粹化来说好了 它是个相对比较模糊概念 怎样子叫去纳粹化 我觉得双方处理了一个平衡之后 各有个说法之后 当然会迎来所谓和谈的一个契机 好 那当然提到了这个西方大举制裁俄罗斯 那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喊出这无限期制裁 那普丁呢也是反制裁 有一连串的报复性举措也陆续出招了 比如说他说有一些部分的原物料 他也下劲力 同时呢还说要中断北溪一号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波从金属啊 小麦到能源 可以冲击的全球的原物料的供应链 那更别说现在已经很多原物料的价格 是飙涨到新高 那另外呢在石油禁令的这个部分 因为美国英国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那会不会掀起世界的这个石油大战 因为我知道拜登听说昨天是不是 紧急打电话给阿拉伯 还有萨地阿拉伯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个领导人 要求救说能不能一起来稳定油价 电话被拒接 亮哥不接拜登的电话 不就要求他增产啊 这好像说嘛对不对 对叫做增产 那价格正高 我干嘛让他跌下去是不是 这个人不利己天诛地灭 那事实上拜登有几个选择嘛 第一个选择就是去找伊朗 要不要让伊朗的油品出口嘛 那我觉得不容易啦 因为犹太人一定反对 那第二个就是去找韦内瑞拉嘛 现在就真的在找了 对 他说我可不可以放松对你的制裁 然后你的油卖给我 卖给美国啦 因为俄罗斯对美国的出口 原油大概有2到3% 那成品油大概4到5% 那这个很容易补充啦 那第三个就是美国自己增产嘛 这个就是共和党的意见 共和党就在骂拜登啦 说你干嘛去找别人啊 我们自己增产不就好了 可是这个刚好违背了拜登减碳的诉求 因为拜登就是想要当气候变迁的盟主嘛 搞绿能 那你如果搞这个议题又回去增产 那今年年底民主党怎么选啊 所以拜登的选择看起来很多其实不多 他不能得罪以色列跟犹太人 所以伊朗是不可能的 所以增产也不可能会得罪民主党的一些 这个绿能派啦 所以他真的就 目前就偷偷去找韦内瑞拉 那等于就是跟韦内瑞拉讲说你要不要赚这笔钱 同样这个议题也很没有正当性 因为当初你为什么会去制裁人家 那些制裁的条件都没有变更 那你现在就真的就是 所以大哥的大哥有时候也是要驱从一些条件 因为他真的很担心这个油价通膨上去 因为上个月这个CPI就7.5了嘛 你这个如果没有好好控制 恐怕这个月就破10了 那你这样怎么办 因为我今天早上那个借大使他 有一个美国朋友传给他一张啊 因为美国各地的油价都不一样 都根据当地的供需决定的 他传给我那张照片 当地的油价居然是6.95耶 吓死人了 美国的军价是4.25耶 居然有人涨到6.95啊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造成比如说Uber Uber已经集体在抗议了 对 说不开了 是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些运输的单位 那运输他一定要加价嘛 那你去想嘛 你任何那个制造业的 你商品要运输 那他不会把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吗 我看是百分之百吧 连我们台湾的鲑鱼都暂时没了不是吗 接下来雪鱼可能会断货 就是因为 那个运输的船的燃料费变贵了嘛 所以这个到一定会造成一定的供给变少 那供给变少一定是涨价嘛 所以我认为啦 我认为 坦白讲有很多制裁啊 都是文宣战 都是嘴巴在喊的 我吓你一下 然后他也你也反笑 那这个普丁是吓人吗 他说要可能会中断北西号 北西号要断 所以德国立刻回应啊 德国说下一波制裁我不加入 所以有效嘛 下一下是有效的啊 是啊是啊 我跟你讲 俄罗斯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不是很多企业就退出俄罗斯吗 那俄罗斯今天就宣布 那个他对美国的专利权 不维护 所以微软跟甲骨文的破解版 在网络上公开出现 他不付钱啊 不付钱啊 大家都来乱搞 就这样搞啊 然后你可以没收 不是说没收 冻结了 个人跟个别企业的财产 这个已经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 那你连这个都寄出来了 那俄罗斯也可以在本土给你乱搞 因为西方在俄罗斯的总投资是一兆美元 那你现在也跑不走啊 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意思说 现在大家都在互相恐吓了 说我干你这个你干我这个啊 那最后真正落实的其实 那个Swift是 那个资本市场的限制是完真的啦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卖俄罗斯的ETF嘛 没有人敢卖他的主权债券嘛 这个是完真的 可是你看贸易支付的部分就缩水了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就牵涉到贸易实体的东西嘛 因为有些商品你真的需要买嘛 那至于其他的个别项目啊 坦白讲你听他讲制裁啦 到底要不要真的做啊 要观察一下啦 因为可能也有文宣战的性质啊 好 不过就是这样子啊 制裁反制裁这样搞下去 我不要说什么会不会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都还没掀呢 已经世界大乱了 所以这个是看看谁先倒下的战争 看看谁先倒下 我现在跟你两个人在吵架对不对 所以呢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现在跟千惠吵架 我讲你再过来我就拿刀插大腿喔 你再过来我就拿刀插大腿你怕不怕 但是问题是观众朋友 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啊 以前是插自己大腿啊 现在是我插亮哥的大腿啊 你再过来我就插亮哥的大腿 亮哥就是德国 我就是美国 你是俄罗斯 你再来我就给他死 你再来我就给他死 那德国讲说 我黑人问号啊 我傻眼猫咪我怎么办呢 因为俄罗斯每天出口780万桶一天喔 然后呢有500万桶是原油 那其中卖到美国的才20万桶 那美国20万桶只占他的使用比例3%而已 他3%那个缺口 你看他跑去跟伊朗恢复以前的 把解除以前的禁运 他自己其实可以生产 可是就像刚刚亮哥讲的 因为拜登他的方向就是绿能 而且现在目前美国也没有权利 在生产他的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他其实美国还有一个方法啊 就是他释出战备除油啦 那所以你美国是有办法 可以面对那3%的缺口 可是对不起 3%的缺口是美国 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的缺口 欧洲的各国除了英国之外 30%的缺口 你30%是怎么要宠啊 因为英国有北海实力 对而且你知道吗 欧盟的大部分的国家 不只是有天然气 靠着北溪一下北溪二号 他们跟天然气都大概40%左右 德国更多 德国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占50% 差不多47% 对就将近50% 那我跟他翻领以后 我就完蛋了 我自己都没有东西啦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美国 他想要其他的部分 你看比如说 白事可乐可口可乐 你全部都退出卖到 对啊 那只是让俄罗斯人难过而已嘛 哇不知道讲没有薯条 我难过 会难过 甚至会穷 你说我以后不卖他油 可是油那个看起来效果不好 如果全世界那17% 都卖不出去了 一桶都卖不出去了 那他至少不能赚到那个钱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都卖不出去啊 他只有英国美国不跟他买而已 那你可能让他穷 你让他痛 让他这个很难过 可是他不会倒嘛 因为俄罗斯自己有粮食 他自己有石油 你要怎么让他倒 而且台湾那么大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基本上打持久战 我知道很多的论点是说 这个对 而且粮食 他自己还是欧洲粮仓 他影响到世界粮食啊 那个千万你现在讲粮食 他不只是粮食 而是世界各国需要他的肥料 他连肥料都不给你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就说这个到底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个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俄乌战争造成 美国全面的金融也好 相关也好 还有影视产业社群 网络等等 都在封锁俄罗斯 看起来是美国很决解 但是美国的这个制裁 最后到底是谁先倒下 是俄罗斯先倒下 还是欧洲各国先倒下 还是美国自己也会痛 当你回过 美国因为油价一涨就万无其常 我们不要讲别过 台湾就知道了嘛 台湾每次只要油价一涨以后 连小笼包连什么蛋饼都涨 对不对 所以美国现在目前也会有 美国我们台湾现在目前 CPI消费者物价主持2.63 都挖开被细 因为2以上就危险 3就叫通膨 对 美国早就已经6以上 通膨要严重 刚刚刚刚才讲到10 我看到 我看到那个有些 他上个月7.5 已经7点多了嘛 对啊 所以大家在等8啦 给亮哥直接 赶紧给你10下去 10的话那是怎么样 那美国就严重通膨 严重通膨 你说美国是靠选举的 你说拜登还能撑多 因为油价是价格之母啊 对 所以其实油的问题很严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拜登那天那么高兴 他就是说我们 3月8号就宣布说 美国所有的港口 将不会再接受任何俄罗斯的油 那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也是伤 虽然我刚刚是插亮哥的腿 我发现我的脚好像也流血了 那只是我没有留那么多 你插不到我了 我德国我已经认输了 我就闪开嘛 对他闪开 我插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 你接下来的制裁大家不跟了 那不跟了怎么办呢 就要回到谈判桌上去了